各位Youtube的兄弟,大家好 再次感激Patreon的兄弟支持 令我可以繼續在Youtube出片 再看完畫面的QR曲 可以連結在汗球帝斯 欣賞很多不同賽事 很詳盡的數據分析 還有月頭記得要加入Patreon 吃完整個月 終於都說到巴塞了 有人問我,這次巴塞贏了奧沙森拿4比0 算不算是找到最佳陣容、最佳結構呢? 這次算不算是超級主攻 另外還有問題就是 美斯一開始打右邊,今天贏了球 即是找到美斯打右邊的方法呢? 這三個問題都問得非常好 今天巴塞的進攻都幾能夠產生機會 但第一個入球就不是破密閘 其實在快攻來的 是對手突然之間出了來全場壓迫 以及後防線深度不夠 也就是說 入球之前的28分鐘面對密集的時候 破密集的情況就不是很理想 而第二球都不算破密集 因為清楚見到奧沙森拿的防守 是小學雞防守來的 太容易被巴塞進禁區兩邊 其他的賽事呢 我評論都是這樣評法的 當對方的防守是太過容易被人入禁區兩邊 即是說防守太過集中中間 整個防守區域都不夠寬度 擴張不到的話 我定義這個防守區域 就不是收縮防守 即是不是密集防守 那巴塞的第三個入球就是接收禮物打反擊 而巴塞的第四個入球就是打快攻 即是說巴塞今天沒有一個入球是破到密集的 完全不用破密集去贏4比0 你會發現今天巴塞沒有正式的邊線綠葉進攻點 所以就是面對密集的時候 很多攻勢要由中間進去 對方的防守其實是不好的 但事實就是我們見到巴塞面對密集 去中路突破都不成功 如果下次對著一些防守力較為好 收縮得比較好的對手 那這個結構這種陣容這個方法去做 就是有問題的了 即是他們這個不是最佳陣容 那就回答了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是不是超級主攻呢 右邊有時候我們會看到美斯拉邊 也曾經送過很好的直線進去禁區 裡面被基沙文underlap插入Half Space 這個是超級主攻的組織方案 但是左邊沒有正式的進攻點 所以左邊做不到什麼 是不斷要靠阻地艾巴overlap 這些就不是超級主攻的東西 至於問題是問 是不是超級主攻呢 只有右邊是左邊 不是完整的超級主攻來的 好,接著就是講美斯打右邊的方法 第一球球 美斯是打右邊再轉方向 再自己進去禁區 但這一個就不是面對密集的組織 是打快攻的 我都講過了 對方是逼了出去 以及後防線深度不夠 是幾容易打到上去的 快攻或者反擊 即對方的防守區域 就有些洞 你就可以自由發揮去找這些位置轉進去 所以在這些比賽的品種裡面 或者在這些面對對方的防守區域裡面 你就可以踢任何位置 所以美斯今次在這個攻勢裡面 打什麼位都可以 就不可以用這一球球 去證實到美斯面對密集 是應該要打右邊的 然後就講到美斯在這個 拉右邊送直線給基沙文underlap 插入Half Space 這個很漂亮的組織 這個組織真的挺大作用 是可以證明美斯面對密集 打右邊的一種方法 而且也看到有一次美斯 是首先拉右邊 再成功內切入去禁區頂中間 當時是14分鐘 這一次就是幾年來 幾年來非常罕見的一次 美斯完全成功內切 但是速度沒有15年那麼快 所以可能是跟對手的防守比較頑皮 有可能是怎樣 有可能是跟美斯最近有足夠的休息有關 這一陣子歐聯就沒有壓力 美斯不用打歐聯 只是專心打西甲 有足夠的休息 他就能夠成功做到一次的內切入 那你說值不值得 而不現實 因為巴塞可不可以 經常都沒有歐聯壓力 美斯是否可以經常都不打歐聯 只是專心打西甲面對密集 打右邊內切 而且美斯如果要面對密集 打右邊的話 繼續做到以上的兩個套路方法 美斯就要不停首先拉右邊 他真的不可以一早就站入中路 那美斯肯不肯先 如果他是一早站入中間 而又沒有一個正式的右邊進攻點 配合他的話 那又會回到以前盤古人類的問題 而且美斯長時間站右邊 他只是可以送這個underlap直線 和一些很罕見的一次半次內切 放棄他以往在禁區頂中間的球王級的組織能力 和入球能力 那你說著不著數了 就是美斯面對密集長時間拉右邊 合不合乎經濟原則 那所以今場的賽事 是證明不到美斯面對密集打右邊的價值 是高過他面對密集打中間的價值 那今天還會說巴塞在歐聯的表現 去到歐聯 美斯就休息了 就玩423 主角就是基沙文 他就不是一個好的主角 世界盃都見過了 就證明了 幸好巴塞在歐聯面對密集 都有進攻怎麼拉邊 這個單比利拉左邊變得很有用 兩個打球都是關於單比利的 第一個打球就是他首先拉左邊 再送直線給左迪艾巴underlap 入到禁區地波傳中 產生基沙文必入球 終於有個漂亮的破密集組織 去給基沙文 基沙文把握到 第二球波 就是這個單比利 左邊出現單對單機會落底線 全中搞定 這個單比利連同上場西甲都有波入 今季的確看到單比利有進步 季初的時候 我們還是看到單比利有些獨扭合的問題 但最近問題就逐步改善 他開始知道要怎樣去幫隊友 雖然他的進步就不是很快 但是他這個整體意識這麼頑皮的球員 有進步其實是很好的了 他如果持續進步的話 他可以成為巴塞一個有用的拉邊進攻點 而今天的組織好了 基沙文把握到 也反映了可能 只要巴塞的組織是好的 基沙文在這裏的把握力 可能都會幫到提升到 Patreon片尾賽彈部分 會再說還有巴塞球員 應該很幫到手 因為浪爐公文要用多些 希望大家回到Patreon那邊支持一下 再看看畫面QR曲 可以連結在漢球帝斯 欣賞很多不同賽事 很詳盡的數據分析 因為大家都明白 最近很多Youtuber都是叫苦連天 都是加入Patreon 就是對於小弟的實質性的幫助 其實不單止幫到小弟 也可以幫到一班學生 讓我可以繼續在Youtube那邊 免費出到片 是有一個對學生的照顧 其實40元都不用就很幫到手 已經可以看完 Youtube的所有節目不用看廣告 也有片尾彩蛋 以及已經有獨家的預測節目 7元美金的話 也會有專屬直播可以參與 9元美金的話 也會有微觀昇華同步 這些學生優惠 如果你沒有credit卡 你可以在手機上高 裝Tech&Go的程式 去便利店增值 就可以當credit卡用 去加Patreon 多謝各位的支持 拜拜